好,攀手 一段,我想是不是 對啦,回到原來 製造好的一個殺傷力的球 事實上兩位都是右手 3比4 5比5 好,對啦 連續拿到2分 2 引球 哇,削球 拉回去 馬龍 有手轉攻 兩位選手 過招 還會長球嗎 應該不 喔,還是長球對抗 不簡單 第9的比賽來到後關段 對啦 展現速度 好,擰球 擰球 正手,漂亮 就回來 喔 Dews才能分出勝負 第二個,橘墨點 引球 2比10 先下一層 哇,真的是馬龍 太冷靜了 哇,漂亮 好球 也沒有打算讓對手要站穩腳步來打 不斷地去做一些弱點的變化 去調動 喔,漂亮 好,反拍對抗 喔,眼彈 好,放高丘 哇,漂亮 走 哇 讚啦,三戰的 單打冠軍 這三戰都是超級系列賽 蠻精采的,讓他反超前 好,其實時間喔 巡迴賽又要開打 好,對上 哇,漂亮 很反手 控球 短球 對,然後搶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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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設定好防守的動作 對,又是 好 反正中發球的弱點可能還有點變化 對 好 轉球開始 馬龍搶先發力 不行,你球的位置喔 不能過 對,第三局先拿到分數 2比1 還是蠻高的 3比3 3 4 有時候還是沒有機會 要注意短球上 對,像這個球 就是馬龍進攻 GO 球速這麼快 對,反正都來說 這是一個機會 好,又是白 分數來到7比7 分數來到7比7 白短 就看蠻正東的想法 哇,這個應該是被控制住 引球 第二次的發球機會 如何的控制 蠻正東的偏短球 還是東的橫移 好,引球 對 去搶分才行 喔,也是 1比12 所以跟男子市那邊那個時候 決賽相比 現在兩位 控球 大部分都短球 如果這個位置 處理好的話 馬龍要重新執行這一發 突然發要掌握住 所以面對到這個長球 往往都是有點錯 比較不利的一個位置 一定是這樣比賽第一顆喔 反正龍能夠 前置住馬龍的長球 7比4 也跟不上 反手先拉 不是靠力喔 對 所以積極的要搶攻 換了一個發球 你會變什麼招啊 完全是放開 發球這個部分 要注意對方 腿短的時候 要走 0比 不要讓他這麼輕鬆的車身 對,比較像林球 你就要進攻 林球的線路是蠻平均的 力道都很大 我想這樣的話 會牽制馬龍的一種 哇,直線球喔 對 直接的進攻 連續兩反 反正龍反拉 高拋發球喔 又來 反手的擊球 5比6 比賽當中是輪流拿出來用 再一步 看出了 偏右短球還是乘場球 偏右短球 現在你 又回到 長球的基地也有 又是你球 插王 所以下一局喔 馬龍勢必要趕快想辦法 射 好 第二個發球 好 要想辦法把比賽給帶到第七局決勝負 哇 1比3 哇 哇 這個整個部級呢 蠻多改變的 貢子曾經輸過六場比賽 而且其中有三場他是殷商棄賽的 3比5 我當然比賽沒有打到最後一分 只剩一分差 比4的落後 再贊應回來之後呢翻成了5比5的平手 哇 漂亮 連續的進攻 第一個短球進攻 連續兩球的進攻 好 先騎 還是長球對抗 8球 可以從這個級 分數呢一直追龍的經驗呢應該很清楚 對 好 短球之後再短球 好 直接搶攻 今年ITT的賽季的最後一場比賽啊 馬龍跟梵震東 好 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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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呢 す restriction 12番的領先 還手先發力 好 對啦 14C 一般的拋球高度 好,跑跑發球 現在先路一路挨打 好,又是董哥,搶攻 好,當然長久直接攻擊 跟你擺短,好,再變化 一分一分來了 還是擺短,對 馬龍搶先進攻 好,短球點球,準備,反拉 有點被擠到 好,機場就 反手先對 好,對啦,漂亮 漂亮的反手反拉 最後馬龍把握自己最後一個冠軍點的機會 倒在地上發出了怒吼 最後的這一板球從反手打到最後的反拉 讓他以11比9,兩分的差距 打敗了凡震東